作词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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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香港的女士都有婚育的計劃 不過她們人生目標不單是結婚生子 好像幾十年前的女性那麼簡單 而是都有很多人生的計劃 譬如一些學業上的進修 或者事業上的發展 這些都會令到她們推遲結婚的年齡 結婚之後她們很多時候都希望 有些經濟基礎或者置業才去懷孕 所以都將生育計劃推遲了 因為醫學的進步 很多人都覺得即使她們懷孕不到 都可以用一些輔助生育的方法去幫助 所以她們都不介意將生育計劃推遲 理想就是二十歲至三十歲期間 如果超過三十五歲就是高齡產婦 高齡婦女的卵子因為質素下降 所以形成的胚胎不正常的比率會增加 導致小產率會高了 以及糖時綜合症的機會都會增加 而懷孕期間的併發症都會增加 例如一些人神的糖尿病 血壓高甚至乎人神的毒血症都會增加 如果要減低風險當然是儘快懷孕成功 因為越年輕懷孕的風險就會越低 所以根據外國指引 如果女士三十五歲以上 如果超過六個月都不能成功懷孕 都是需要尋求醫學的幫助 而如果輔助生育的療程 就以體外受精 就是IVF的成功機會是最高 所以都是比較適合一些高齡婦女 醫生會跟女士做身體檢查 看看是否適合做體外受精的療程 如果適合的話 女士就需要在驚奇的第二三天 開始接受一些排卵針的注射 我們希望大約八至十個卵泡成熟 而大概打八至十二日針到 當有足夠卵脂成熟的話 就會指定時間打破卵針 然後醫生就會在三十五小時後 就經過一個很簡單的手術 就將卵子抽出來 而當日杯胎專家就在實驗室 將精子和卵子結合 形成杯胎 再培植杯胎二至五日 然後就挑選一些比較質素好的杯胎 是植入子宮裏面 或者冷凍起來留待日後的使用 高齡婦女的杯胎 很多時候染色在不正常的比例 比年輕的女性多 所以導致她們的杯胎 著床不成功 或者成功了都會小產 或者堂食症的機會增加 所以針對一些高齡婦女 或者慣性小產 或者一些反覆性的著床失敗 我們都會考慮 將杯胎植入之前 做一個叫做PGTA的檢查 做法就是將杯胎 培植到第五至六日 形成一個狼杯 然後就在狼杯的外圍 抽出幾個細胞 去做一些遺傳殼的檢測 來檢查杯胎裡的染色 看數量是否正常 如果挑選到正常的杯胎 植入子宮裏面 就會大大提升成功機會 和減低流產率